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政府早前公布今年7月 零售业总消货价值数字 临时估计是291亿 较去年同期下跌11.8% 市到不好 零售管理协会说 7月8月的时候 中秋货品订单仍然不多 业界唯有加大优惠推广 成效是怎样呢 临近中秋节的星期六 25岁的Emily和男朋友 在元朗搭巴士出发去深圳 大约40分钟左右 他们就到达深圳 Emily每个星期都会北上三四天 去深圳或者其他城市吃河玩乐 这个周末 她说感觉到比平时更多人 平时都多人 但今天连搭车都湿得很厉害 第一站她才来到超市买中秋应节食品 走了几步已经见到不同的礼盒 Easoni 我觉得这个送礼给人真是不错 因为它贵了米酒 香港你基本上见不到有 还有这个云南送给人 我觉得这种很有心意 挺好 这个比较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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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了一段时间 她最后决定买这盒 大约90元人民币的月饼 觉得比香港性价比更高 就是同样的月饼 这里可能20元 已经包装得很漂亮了 但如果来香港可能二三百元一盒 就是很普通的包装 然后味道又差不多 那应该不是一个比较漂亮的 始终都是送礼 包装也很重要 这里相对性价比较高很多 最重要的是一个巨蜂 便宜 然后漂亮 正 吴振刚是这间饼家第二代的负责人 临近中秋 他和员工都忙着赶货 但他说原本预计 今年中秋节生意会较冷清 中秋节之前那段时间 六点钟打后没有人走 一早早要有客户买早餐 但小朋友又少了 你感受到上班的人都少了 你觉得营业额是在缩终的 慢慢慢慢缩终的 你又感觉到你要做些东西 出多些 试多些东西 看看可否引起别人买 病家于是推出开心果味 还有芝士味等的新式月饼 这两个星期生意才开始有改善 不断出新东西 我今年才发觉是重要的 重要就是你能够吸收到一些生客 可能该区人口減少或人口老化 你未必控制到的 你是要在外面骂客 骂客回来去增加自己的收入 如果是传统月饼就60元 开心果月饼就45元 开心果月饼现在卖到600至800个一天 就是整个开心果花生的那种 传统月饼都是600个左右 但就算生意首有回升 它仍然难以预计业务的发展 过节之前的 其实我想人流是 或者生涯压少了一两成 那你是觉得是会继续下去 所以是现在那个大趋势 你不是只跟香港人竞争 你是跟整个广东省竞争 或是跟深圳竞争 或是你跟日本竞争 或者变了 我都不知道 肩膀涵步我不肯定 政府公布今年7月 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数字 临时估计为291亿 较去年同期下跌11.8% 李兆通经营的这家家族海美店 营运超过40年 他说对于今年中秋生意不好 已经早有心理准备 以前黄金时期的话 就是楼市好股市好的时候 那些人进来花几万 又或者几十万 都会常常有这些情况 现在特别是这一两年就会少了 今年全年总计 和去年对比 出去访问其他行家 普遍他们说会少于一半 今年的营运 我们都做批发为主 我们交给他们 他们卖不去 他们都相对拿少了些货 他认为生意下滑 除了不想消费 另外一个因素 是他店铺部分熟客已经移民 移民很多是中产家庭 有小朋友的 那些是比较有活力 还有有消费力的家庭 还有老人家 通常有小朋友 子女 孙一家人吃饭 就会比较有心机煮多些 这一行的东西 煮个大餐给家人吃 但是如果很多移民 老人家人就简单单单一餐就算了 他说还愿意留港花钱的 不少都降级消费 他们都要想方法迎合 比较便宜 整个供应链和整个生产圈 东西都有些降价的迹象 现在都有些降级消费的情况 以往可能他想用这个价钱 可以买到这个东西 但现在是希望找一个更便宜的价钱 才会接受 又或者他同一样的产品 他会要一些便宜的选择 譬如鲍鱼就要一些小一点的 原背就要一些小一点的 根据统计处数字 私人消费开支 第二季案年跌1.6% 政府解释 受旅客和市民消费模式改变 以及港元回率高企等的影响 服务输出升幅放缓 所以私人消费开支 也转为轻微下跌 大家都层出不穷 希望越做越好 只不过的确有一个 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 就是港元强劲 对比我们周边城市的 currency 在流港消费的意欲 真的会大大影响 所以相信某程度上 有几大因素 都是因为香港港元的情况的影响 他说中秋是消费旺季 过往零售业界都会特别花心思 吹谷销情 而今年市况不好 业界唯有进一步加大优惠 期望自救 其实七八月的反应的确是一般的 对中秋的需求 货品的需求 我们也收到一些会员的反应 就是他们加大力度之后 其实见到九月的情况有些好转 但如果你没有大力推广 没有深的折扣 就真的又会差一点 就是现在因为那个饼就是这么多 大家去逗抢 今年八月 贸法局举办第一届香港好物节 协助香港中小企直播大货 托展内地电商业务 有学者认为 业界要将力度转投去到网上平台 扩阔客源 零售店或者餐厅 其实应该是要 将大部分的一些销售放上网 令到24小时都可以买商品 不受制于你那个店 和餐厅那个地方的大小 在这一方面 其实是一个正路 原本香港人的客路里 你再扩展到全世界 他们本来有些产品 本来买给香港人 买给内地的旅客 现在没有了那些旅客 你可不可以买给美国人 买给欧洲人 但是今年七月 零售业总销货价值里面 网上销售正是占7.8% 张泰良说 部分商货可能未能适应 线上模式 建议政府增加技术的支援 鼓励业界善用网上平台 并且加大宣传力度 最重要是持续地搞 因为持续经常有政府的支持在 所以可能趁多些机会 如果会展有空间的 那可以直播 但是就算没有空间 没有节日去直播 政府也经常去海外做一些 导致宣传 或者可能有些大宣传日 正如你内地也有一些 比如双十一节 它吸引到大家 在那一点 那时间怎么去买 他认为政府甚至可以协助业界 推出有官方认证的网上销售平台 增加顾客信心 中小企就算搭到平台 自己平台出来 很难令到全世界 知道这个平台的存在 可能都是需要政府的理论 还有多些用一些不同的语言 比如阿拉伯语 宣传中东 用一些东南亚语 宣传在东南亚市场 我觉得这个只有政府才有这样的能力 去开拓全世界的市场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